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邦矿山悬场复工复产工作正式启动 腰桥军区第四期政治干部学习班成功举办 瓦邦卫生局应邀参加在中国云南省孟连县疾控中心召开的两地边境阅集和登革热协调与信息交流会 中国云南省普尔市孟连县桥连向瓦邦教委捐赠华文教材 记者从9月9日上午在瓦邦工矿局漫向矿山检查科会议室召开的全邦矿山悬场复工复产工作会议上获悉 经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批准 全邦矿山造厂从即日起可有序复工复产 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陈文海副部长瓦邦工商局局长鲍伊娜出席会议并分别就复工复产做出安排与指示 会议传达了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就工矿局请示报告的批复 会议认真安排了复工复产的工作内容及启动计划 会议仔细听取了各矿山悬场投资商及企业代表的建议 会议明确了工矿局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职责 工矿局其他班子成员 矿管组 各矿山 悬场负责人参加会议 9日下午 瓦邦工矿局复工复产工作组一行 又赶赴到蒙波县机关会议室 组织当地政府及矿山包括悬场企业召开了复工复产工作会议 并主要就蒙波地区矿山悬场的复工复产做出指导 蒙波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当地各矿山悬场负责人参加会议 据了解 本月10日瓦邦工矿局复工复产工作组 还将先后赶赴到其他矿区展开复工复产指导工作 经过三天的强化学习 9月9日 腰敲军区第四期政治干部学习班圆满完成 上午9点 该期学习班结业典礼在回俄区大礼堂隆重举行 中央委员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 腰桥军区政委 田三慕容 军区第一副司令 陈埃满 军区副政委 沈颜堂 军区第二副司令 肖赛叶 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职委 军区参谋长 李天保 一战区指挥官李艾松出席结业典礼 部分离退休老干部 本期党员干部政治学习班群体学员参加结业典礼 典礼仪式上 教员组首先就本期学习班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汇报 据了解 本期政治干部学习班是由腰桥军区常委会协商通过 由腰桥军区办公室负责筹办 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历史 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 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 加强和提高我军各级干部党员的政治意识 政治素质 拥抱我军人民军队的宗志 性质 学员全部来自军区机关 各部队及管委会地方政府 授课期间 除教员授课之外 筹备组每天还安排军区各个常委 以及老党员干部讲述瓦邦革命进程和历史 增强学员们对党史的认识与瓦邦革命的来之不易 并提高各级干部对党对革命的认同感 经过为期三天的学习 学员们初步了解党的历史 了解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 以及党的组织建设情况 了解了党与军之间的关系 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我军的建军原则 性质和宗旨 为我军走向法治化 正规化 现代化迈步 田三慕容政委在节夜典礼上指出 我们现在拥有的都是来之不易的 是我们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们要牢记 要守护好我们前辈打下来的江山 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要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看的不看 不该说的不说 田三慕容政委强调 老党员要保持模范作用 吸收的新党员要不断加强学习 典礼仪式上 邀教军区原第二副政委肖建设代表离休 退休老干部 向在场的年轻干部及学员提出了希望与期盼 军区副政委沈延堂 军区第二副司令肖赛业 军区一战区指挥官李埃松相继在典礼仪式上作出指示 结业典礼在团结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为进一步做好虐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合作项目 建立传染病防治的长效机制 有效预防控制虐疾和登革热病例的扩散 使两地边境地区虐疾和登革热传染源得到及时遏制 2023年9月8日瓦邦卫生局袁佳华副局长 协卫生局相关领导应邀参加在中国云南省孟联县疾控中心 召开的边境虐疾和登革热协调与信息交流会 参加双边信息交流会的瓦邦卫生局代表有 瓦邦卫生局副局长袁佳华 瓦邦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小群 瓦邦卫生防疫中心主任赵矮盖 以及HPA项目组经理张光云 参加双边信息交流会的中方代表有 孟联县卫健局局长罗春波 孟联县人民医院院长李建斌 孟联县国民医院副院长杨传美 孟联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唐永泉 在双边信息交流会上 双边代表皆围绕两地瘧疾登革热联防联控项目的展开 进行协调与交流 为有效预防控制瘧疾和登革热病例的扩散 使两地边境地区瘧疾和登革热传染源得到及时遏制 提升两地边境地区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通过开展此次双边项目协调会 达成了双边联合防治瘧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的共识 并当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完善了两地双边地区瘧疾和登革热信息交流机制 会后中方还援助了瓦邦一批 用于瘧疾和登革热防控消沙药品及检测试剂 1.1%双流磷沙虫颗粒剂5箱 2.10%高氯残沙微悬浮剂10箱 3.长效驱蚊双剂1箱 4.3.5%滤疾4伏米乳油5箱 5.登革病毒抗原检测试剂6盒 6.恶性瘧疾原虫兼日瘧原虫检测试剂20盒 9月8日上午 中国云南省普尔市孟林县桥连代表孟林县有关部门 在蒙阿口岸向瓦邦教委及教育基金会 赠送华文教材12780册 此次捐赠的教材以中小学各科教材为主 这些教材有助于增进我邦学校学生学业的提升 同时缓解我邦教育资源紧缺的困难 也有助于我邦学校学生能有效利用华文教材 学习好汉语 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云南与瓦邦两地传统有益的使者 孟林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桥连主席李勇 对瓦邦教委和瓦邦教育基金会 为华文教学做出的成绩表示赞赏 并表示说 孟林县桥连将一如既往地为瓦邦学校提供 高质量中文教材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希望瓦邦的华文教学能再创佳绩 瓦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兼对外联络员吴力和 感谢孟林县桥连长期以来对瓦邦教育的帮助和支持 表示这些教材将推动瓦邦学校的中文教学工作 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捐赠仪式上 孟林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桥连主席李勇 与瓦邦教委办公室主任石小平 当场完成了华文教材捐赠交接仪式 孟林县政府外事办副主任李立华 孟林县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绍娥同志 以及孟林县周边事务办公室和孟林县政府外事办工作人员 瓦邦教育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联络员鲍 瓦邦都要关系部社外科科长李年春等参加并见证了此次捐赠仪式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可以搜索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或瓦邦声音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